大家好,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在周四的早上,美洲金杯小组赛继续开打 身处A组的圣基茨·尼维斯对阵美国 圣基茨·尼维斯实力相当薄弱 而且近期状态逐渐走低 近期面对劲女美国 圣基茨·尼维斯输球在所难免 圣基茨·尼维斯这个国家位于中北美洲加勒比海 相信很多人听都没听过他们 更何况是踢球呢 所以圣基茨·尼维斯的实力有多弱完全可以预知 圣基茨·尼维斯今届美洲金杯是从外围赛开始踢起 他们也未能踢出有说服力的表现 面对富拉索和法属龟压纳都经过十二码大战才得以晋级到小组赛 这已经是突破性的成绩 来到小组赛 圣基茨·尼维斯未有意外成为了宋芬同志 首战面对食力不滞的千里达就剩吞三蛋 此战面要面对比千里达强劲得多的美国 圣基茨·尼维斯唯有既望输小当赢 与圣基茨·尼维斯不同的是 美国和墨西哥是中北美洲实力最强 以及战绩最好的球队 美国在上周一决赛刚刚两球完胜加拿大 奪得中北美洲国家联赛冠军 斯希精醒 虽然美洲金杯小组赛首战和阿玛加打和 但以美国的阵容班底实力 他们想出线完全不成问题 经验丰富的佐东·莫尼斯和迪安祖·耶迪尼 带领对内一众年轻有冲敬的球员 美国阵容结构同样合理 面对弱女圣基茨·尼维斯 世界排名第13的美国取得小组首胜问题不大 多谢收听,记得赞和分享我们的影片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分享给你的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